這也是我放在小本本紀錄裡面呢 一直都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觀念之一 我認為這兩件事真的很重要 它比較不像是衣服搭配層面的事情 反而比較像是乾淨質感的衣罩 Hey yo it's for me bro's AK 家人兄弟 大家好 我是維婷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注意這兩個重點可以有效且快速的提升衣服質感 那這也是我個人在整理的時候非常採用的方式 我覺得是相當簡單的 那這兩個重點呢 我們可以把它簡單歸類為平整跟氣味 OK那這邊就不多說 讓我們直接看下去吧 首先平整的部分如同字面上的意思 你的衣服絕對不能有多餘的皺褶 這樣穿起來可能整件的型都會不對之外 也會給人家一種你都沒有在整理衣服的感覺 我們想嘛 再好的衣服如果看起來爛爛皺皺的 那整體的質感就會很難起得來 我相信這也是大家對衣服的共識 所以要如何快又有效解決皺褶呢 當然就是燙衣服啦 那這個時候你腦中會想到就是 是不是要很花時間 那熨斗跟燙衣板呢 是不是要很大的空間 或者是說 是不是要有一定的技術呢 才把這件事情做得好 那我想說的是 真的完全不用喔 我認為想要達到一般人在意的效果 掛燙機就可以很好很快速的達成這個目標 像我自己平常在出門前 如果覺得今天要穿的這件有點皺的話 我就會用掛燙機來處理它 我覺得是非常方便的 比方說出門前你應該會整理頭髮或是上個廁所嘛 那在這之前你只要去插電 然後大概30秒你的掛燙機就可以使用了 而且掛燙機顧名思義就是掛著燙嘛 所以你只要有地方可以掛 基本上它都是可以燙的 也突破了更多場地的限制 像我衣櫃的門內側有貼掛鉤 我就很常直接掛在那邊燙 那甚至是衣櫃的外面可能會有門把嘛 那你掛在那邊燙 它只要是有空間也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們在影片中看到 我手上拿的就是這一隻 那這隻是我搬上台北之後到現在已經快兩年了 我一直都使用的就是這一隻掛燙機 那它是來自菲利普的手持摺疊掛燙機 還記得我以前有說過 做網路分享最開心的事情之一是什麼 就是自己有在用的產品 然後他來找我們做推薦 是的沒錯 同樣型號我已經用了兩年的這隻 現在有我專屬的限時優惠喔 而且是台灣官方通路的最低價 我覺得真的很值得入手啦 而且它的總價也只要1000多而已 非常誠心的推薦給大家 畢竟我真的用了很久那基本上都很滿意呢 對它也沒什麼好挑剔的 那在說明優惠方案之前呢 我會先介紹一下掛燙機的使用跟原理 但在這所有所有之前呢 我想再強調一件事情 不管你有沒有買我推薦的工具都沒有關係 我想說的是 好好把自己的衣服整理平整真的很重要 那這也是我放在小本本紀錄裡面呢 一直都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觀念之一 當然待會會會講到氣味的部分呢 也絕對是這樣 所以希望已經點開影片的你 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各位呢 都可以把影片看到最後 那也希望我的經驗跟心得呢 能夠帶給你心得甚至是好的習慣 好那我們繼續喔 掛燙機的原理是用高溫蒸氣軟化布料 使它變平整 而且這個高溫蒸氣呢 它是有殺菌效果的 那使用上非常簡單 只要按壓按鈕噴出蒸氣 在需要燙屏的地方上下來回 並且用它前面這個合金面板呢 來幫助撫屏即可 那你看到這款掛燙機呢 它的合金面板比較大片 也是我個人推薦它的原因之一 因為這塊面板會導熱 基本上它就跟熨斗很像 所以如果有折痕比較深的地方呢 我就會用這塊面板去熱壓它 這樣也可以加速撫屏的時間 那會滿多掛燙機的面板 都會設計的比較小 不過我覺得像這樣 有大一點的面板呢 可以當作微型熨斗來使用 是很加分的 另外我們看到這台呢 欸它是可以折疊的喔 所以如果你是有出差 或是旅行需求的朋友呢 一定會覺得非常方便嘛 像我去日本呢 因為需要拍照 就希望衣服的狀態是很好的 所以我就會把它放在行李箱帶蔬果 我覺得是很好收納 而且整體來說不太佔空間的 好那配合他們今年新色的推出 這次我有兩個專屬的限時優惠方案 分別是 新色索尾草率售價1590元 還贈送了四個菲利普提供的質感儀價 那這款經典白色的部分呢 是一個套裝組合 會有一台手持的掛燙機 加上一台充電式的除毛球機 套裝優惠價是1990元 還另外贈送了一份熊寶貝衣物香噴袋 以及衣物清新噴霧 東西有點多 念起來真的是有點凹口 而且上面兩個價格 都是韓運的價格喔 還沒完喔 現在又剛好怎樣 遇到他們限時優惠的期間 現在只要做什麼呢 只要新加入官方的LINE好友 他就會送你200元的優惠券 那怎麼加入呢 你只要先在線上加入官網會員之後呢 然後掃QR Code 就可以加入官方的好友 從裡面登入帳號 綁定成功之後 後台會直接給你 滿1500折200的底用券 是的沒錯 那我專屬的這兩個方案呢 都是能再使用優惠券的 所以總金額就會變成 1390元跟1790元 所以如果你是曾經有關過掛燙機 或是聽完我介紹有心動的朋友呢 這次就絕對不要錯過啦 而且官網購買呢 是想全球兩年保固的 你有任何問題呢 也都可以向官方詢問喔 那我的微停專屬限時優惠呢 就從今天開跑 移入到5月31號 也就是5月底結束 那在這個期間呢 也請大家分享給 可能會有需要的朋友 都可以趕快來參考一下 好不好 這個價格 這麼好用的工具 你平常買一件貴貴的品牌T恤 應該都不只這個價錢了啦 是時候應該幫自己這個 整理衣服的工具升級一下了吧 這次能跟官方爭取到這個方案呢 我覺得是相當划算的 剛剛都講了很久 就是這款呢 是我自己本身一直在使用的 真的是很剛好他們這次找到我 那我就想說呢 可以用最好的方式 回饋給一直關注頻道的大家 OK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詳細的內容 可以打開敘述欄 點進我們的專屬購買連結 直接參考我們的購買畫面 裡面會有更多詳細的圖文介紹 好那在平整的部分還沒有結束喔 就必須也來聊起毛球這件事情 因為起毛球會讓衣服有實用感 會有舊化的感覺 那這邊我也先簡單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起毛球不一定是因為材質不好喔 更多的可能是布料本身特性的關係 那大部分是因為 不同纖維一起混紡而造成的 這個時候你就會問啊 那為什麼要做混紡呢 很多人第一個會聯想到的因素是 為了要降低成本 當然這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但是更多食物上的因素 是有起良好目的的 比方說因為需要保暖或透氣 等等實用性原因 也有的是為了想要呈現出硬挺 或是不同手感的關係 簡言之原因比較像是 為了讓布料做出不同特性 所以會用不同的纖維下去做混紡 那堅韌跟偏軟的纖維 長支跟短支的膠織 在摩擦斷裂之後 就有機會讓它起毛起球 好再講下去就有點多了 總而言之呢 大家在買衣服的時候 是很難完全避免的 連我自己也是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家裡有除毛球的工具能夠備著呢 我覺得就是相當必要的啦 是的沒錯 所以在第二個方案 有搭配到除毛球機 也是我想讓大家可以這樣子一次構築 那我自己以前使用的是像這種 手動的刮毛球工具 那我這次呢也入手了一台 這樣子的電動除毛球機 我覺得是非常方便的 它充好電之後可以使用90分鐘 而且它的外型也非常的可愛 使用的時候看著它呢 我覺得還蠻療癒的 所以如果對起毛球這件事情 有各種困擾的朋友呢 我建議可以選擇經典白色的方案 就是這樣子一起入手一台 相信呢會對你是非常有幫助的 好那我先把它放在這邊 那接著呢我們來講 第二個部分是氣味 一樣就在這邊上 我相信大家應該能夠馬上理解 可以馬上聯想到 衣服上不應該有任何的異味 那如果希望再加分一點的話 就是衣服上最好能有一點自己的香味 關於衣物氣味這個議題呢 可以聊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這邊簡單來說 我覺得至少要先消除各種異味 異味的產生有很多的可能 比方說 沒曬乾的悶味 抽煙的二手煙味 也有可能你是機車族 所以騎車後會有的一些空氣殘留味 那我們舉個例子 正常情形下我假設你是個乾淨的人 我假設大家都應該是一個乾淨的人 所以你有在好好的洗衣服 但是因為台灣的天氣太潮濕了嘛 沒一句又要到了 最近會一直下雨 所以怎麼樣 可能你曬衣服曬得不夠乾 就會產生一點悶味 這個悶味呢是會殘留在衣服上的 那其實最好的處理方式就是 找大太陽的日子 重新洗一遍重新曬好它 但如果你是要快速幫助消除這件事情 是的沒錯 我要提到掛燙機了 因為它的高溫蒸氣是有99%的殺菌效果 所以如果你把整件都拿起來用蒸氣蒸過一遍 確實它的悶味一定會下降很多 而且如果是悶味不嚴重的情形下 它會真的整件都沒什麼味道 那關於衣物氣味我會是這麼建議的 要先去除異味之後呢 再來考慮增加香味 因為有異味的衣服啊 你再用香味去壓 通常這樣的味道呢 就會從失控 然後變得更難以理解 所以還是希望呢 衣物本身不應該有過度的異味 要先想著怎麼消除它 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 那當然添加香味的方式有很多種 最常見的就是 洗衣服的時候放入柔軟精或是香氛豆啊 那也可以使用呢 放置在衣櫥的香氛掛片 那也有那種是能夠直接噴在衣服上的香氛噴霧 這些我覺得都是讓衣物增加一些香味的好方法 但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更快速的方法就是 在全身完妝後直接噴香水 那這個方法呢 我覺得就蠻因人而異的 以我個人來說啊 因為我是喜歡有香味的 所以這也是我個人會做的事情 但我知道啊 有些人是不太喜歡有太重的香味啦 所以建議大家呢 使用香水的時候呢 還是必須斟酌一下 但大方向呢 還是跟上面說的一樣 我認為一定要先去除異味後 再來增加香味 不然整件衣服的味道呢 很容易變得五味雜陳 這樣就不是一個好的氣味展現了 OK 那以上就是這次 關於提升衣物質感的兩個重點 平整跟氣味 那最後呢 我還是想要再強調一下啦 我認為這兩件事真的很重要 它比較不像是衣服搭配層面的事情 反而比較像是乾淨質感的營造 我相信你穿著有整理過的衣服出門 大家對你的第一印象呢 也很容易加分 所以我希望透過這個主題呢 欸 有點拋磚引玉 欸 掛燙機呢 不一定要買這款都沒有關係 那我希望你可以找到你的方法 保持自己衣物的平整 保持自己衣物沒有異味 或是有屬於自己的香味 這樣我相信不只是穿搭 你整個人絕對會擁有更好的質感 也會被更多人喜歡跟稱讚 當然 如果你是對這款掛燙機有興趣的朋友呢 欸 還是不要忘記 點開我們的專屬購買連結去逛一下 還有還有 如果你看到這部片的時候 已經不在優惠期間了 但我還是非常建議 大家都可以購買一隻手持的掛燙機 因為這絕對是居家照顧 出外旅行必備良品 OK 那今天的影片超過關結束了 一樣喜歡這部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頻道 我們是家庭兄弟 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趕快去逛一下